新开不久的地铁华林寺站 今天是第一次过来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药华社区 出口处便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立湾广场 不远处便是华林寺了 现在看起来一条不起眼的古巷里 却集中了很多原汁原味的斯官人家 在广州你要看原貌的邻居建筑的话 一定要来这里 到处都是老房子 100米左右的街上有33栋 这样的以前的西关大屋 在被辟为了历史文化街区之后呢 有一些老房子也就开始翻新了 这一间呢 嗯 就是蛮有来头的 它是当年就是民国的时候 一位乐剧非常有名的艺人 白玉堂所住的地方 还有旁边 那些也是 脚门上雕刻了精美的四季花卉 可以看得出主人对生活的讲究 耀华大街的8号10号 是乐剧民宿白玉堂的故居 也因为耀华大街 临近乐剧行会八合会馆 所以当年不少的乐剧大咖们 都会选择住在这里 天气晴好的时候 大家便在街上晒戏服 而白玉堂的戏服 曾晒满了半条街 12号这栋楼也很有故事 她是香港一位督察林建刚先生的祖居 她的姑母以前独自生活在这里 得到了左邻右舍的悉心照顾 后来姑母过世 便将这一栋祖居捐赠出来 作为社区的康林服务中心使用 110米长的街上 有30个门牌 39个开间 每家都保留着传统的三箭头 有传统的满洲窗 每一栋都被挂上了历史建筑的保护牌子 我觉得在广州很多 广州最有名的就是西关大屋 但是呢最密集的地方 原貌保持得最好的 我反而就觉得是这一条 一百米长的耀华大街 看 我后边都是老房子 他们现在还永居住 整条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房子 是耀华大街20号 这是一栋完全西式的气派建筑 在八米高的绿色罗马柱上 还有金昌龙建造几个字 它是南海横江名门黄勇渝的故居 但也有人说真正的屋主是辱将蔡廷凯 而建屋的图纸还是孙中山先生 从国外带回来的 24号是两栋房子 都有着非常精美的石刻 现在这里的其中一间 是黄俊英艺术馆 北方有相声 其实南方也有 黄俊英便是粤语相声的开创者 一代粤语相声大师 如果你对西关大巫和粤语相声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过来走走 而这些大巫的青砖外立面所用的食材 当年都是专门从东莞和清远一带运过来的 历经了百年人不磨损 据说缝里连刀片都插不进去 每一户人家脚门上的图案和门斗的雕刻都各不相同 就是我正在经过这地方都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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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也有一两间传统的清代建筑 屋檐下还有的精美的木刻 年代久远的麻石路 是数一下路面平铺了五条麻石 古代的麻石路也是很有讲究的 三条为巷五条为街 所以现在看起来窄窄的药花大街便就由此得名了 有个关系 感谢观看